好同學我們繼續再討論第四題 第四題的問題是這樣 我們先給同學看到 三角形 ABC 是直角三角形 然後向外做兩個正三角形 那老師要問同學的是 如果今天我延長 AE 直線出去 這個 AE 直線會跟 VD 直線會怎麼樣 譬如說現在老師不延長出去 延長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討論是 AE 線段跟 VD 線段的關係 這兩條線段的關係 那這個長度是無法 幾何量裡面長度沒辦法討論 因為這個直角三角形並不是特意的 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是任意的 所以我們無法去估 這兩個 AE 跟 VD 之間的關係 所以長度無法討論 那也不會去討論面積 所以唯一的討論就是角度問題 所以我們討論的是 AE 線段過去會不會跟 VD 線段會怎麼樣 那很多同學會去猜它互相垂直 那垂直是對的 那同學可以思考一下 經過幾天的思考同學有沒有想過 而且它還會評分什麼 VD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老師這樣子延長過去 那同學可以發現什麼事情 對 因為這個角度 60 這個 90 所以這個角度很顯然幾度 是不是 30 度 那這個角度 這整個 60 度 所以上面角度當然也 30 度 所以很顯然 AF 線段就變成角 B 角珠 AB 的什麼 是不是角平分線 那同學會發現一件事 這個 AB 珠三角形是正的 正三角形其實也是等腰的一類 那我們學過等腰三角形頂角的平分線 會把底邊垂直又平分 所以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那剛剛老師忘記討論第三題的部分 所以再跟同學討論一下 第三題的部分 老師那時候還請同學思考一個問題 那老師剛剛查了一下 那個問題老師後來有在第12題會出現 就是任意三角形的高 一邊上的高 還有腳平分線 還有中線 包括 BC 上的這個中線 從 A 點出發 那這三條線段的關係很顯然是 同學上次應該有討論過 AD 會大於 會小於 因為是最短的 A 1 會小於 A 1 然後會 還會小於這條中線 既然是中線比我們的腳平分線 還有又比高還要大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留待下一次再討論 就是第12題再討論